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要来 政治口水或攻防 不谈究责先补破网 台北市长蒋万安 用补救措施评众怒 首当其冲的社会局 仍被点名该负责 确实有一位妈妈有提到了 这个孩子的照顾 有导致小孩 屁股是红红的 她没有主动的认为 是因为是遭受到 这个所谓内带或伤害 她可能比较是所谓的虫咬 社会局长讲到一度哽咽 虽然要列入重大涉案 但事发后传出社会局 立即通报中央 问是否该列入紧急事件 中央却回函不需要 如今发生憾事 中央地方谁没拴紧螺丝 还得再厘清 而福联盟董事 国民党立委王玉敏 先哀轰都出事了 还在剪彩 我人其实就是在外面 所以那个讯息 其实接收到的确是比较晚 我在第一时间 其实也要求福联盟 做错事情 就应该要诚挚的 跟社会当中道歉 虐童案引发社会怒火 相关单位一一被揪出来检讨 新北市议员卓冠婷 再杠新北市府 凯凯被出养后 并非家属主动提出 先被新北市反驳 卓冠婷再点问题 直指儿盟临驾市府之上 虐童案一再发生 社会安全网每次都说要补 却越补越大洞 十年前 直指被虐过世的 而全会创会理事长 王维军到行政院 帮凯凯讨公道 我希望从行政院中央这里 能够成立一个 跟额少相关的一个 专有的办公室 一岁的凯凯生命消逝 从中央到地方 同身补救 就算没人是局外人 偏偏都在事发后 才会看清 一直以来 这些人才是局外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